成功之路 成功篇第一册 第一课 课文 可可稀里的生命守护人 新华王北京6月21日电 青藏高原北部有一片被称作美丽的少女的土地 可可稀里 千百年来藏羚羊 藏野驴 野牦牛等青藏高原特有动物 在这片无人区里自由地繁衍生息 十多年前这里的宁静被打破 在金钱的指挥下 人们趋之若鹜 大肆采金倒裂 成片土地被刨得千疮百孔 大批生灵丧生在枪口之下 所幸的是 这里有一只守护可可稀里的队伍 他们使这里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保持 记者日前走进这群人中 感动和钦佩之余 也希望了解为何他们如此热爱这片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已经一个月没吃水果了 黄展兰一边忙不迭地和同伴抢桃子吃 一边和我闲聊 这个南国广州的都市白领 本该每天都能享受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 现在正美滋滋地作着一个桃河 不肯扔掉 他是可可稀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首批志愿者之一 同其他志愿者一样 保护藏羚羊及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想法 促使他来到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 和保护区管理人员一起并肩战斗了一个月 和他一起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名志愿者 有教师、检察官、记者、职员、自由职业者等 在保护区管理局 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里 记者第一次见到这些志愿者时 即将结束这次志愿活动的他们 正到处找人签名留念 他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成了要求签名的对象 这或许是他们宣传环保的一种方式 或许是他们珍视生命和友谊的表现 志愿者的口号是 奉献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月 换取可可稀里永远的宁静 但志愿者到底能做些什么 一直有人有疑问 不久前一家电视台就制作播出了一期 有关可可稀里志愿者的节目 对组织志愿者活动的目的和实际作用提出了质疑 说志愿者不仅不能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带来真正的好处 还增加了管理人员的负担 甚至有经济利益方面的企图 节目播出后 社会反响很大 志愿者洪波的父母 在看到节目后 给女儿打电话时说 过去他们一直很支持他搞环保 但现在却有些动摇了 这件事引起了志愿者们和管理局方面的强烈不满 可可稀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一个叫财嘎的中年藏族汉子 解释了为什么保护区要开展志愿者活动 通过志愿者的亲身经历 可以让人们了解可可稀里保护现状 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生态 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和使命感 紧迫感 起到更为广泛深刻的宣传教育作用 志愿者的意见建议 为今后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留下了宝贵的基础性资料 志愿者活动 还使得保护区工作人员得以接触和接受新的思想 新的观念和新的知识 财嘎举了两个小例子 过去管理局收到国外的英文来信 要到格尔牧去找人翻译 来回要花几天时间 既耗时又费力 志愿者的到来 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身为检察官的志愿者陆丰 专门为森林公安干警们 讲解办案程序 取证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例子不胜美举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亲身经历 去宣传可可西里 宣传保护藏羚羊 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尽量争取对可可西里保护事业的支持 一名志愿者这样说 这一个月 他们在青藏铁路和公路工地 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参加了保护区的值班和日常工作 以及寻山反倒猎行动 青藏铁路开工后 个别施工队伍 在开采沙土石料上不太规范 志愿者及时制止和纠正了 这种破坏环境的行为 记者与他们接触的短短几天里 深切感受到 这些人都是深爱自然 希望人类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们 第一批志愿者走了 第二批志愿者又来了 这些可爱可敬的人们 正以行动证明 关爱我们这个共同的家园 是每个人的责任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如果说志愿者是可可西里 这块铁打的银盘里流水的兵的话 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和森林公安分局的干警们 可以说是这片高原净土 真正的生命守护人 穿过可可西里地区的青藏公路 连线陆续分布着五个保护站 不动泉保护站 楚马尔河保护站 五道梁保护站 驼驼河保护站 和浊乃湖保护站 所谓保护站 就是几间屋子甚至帐篷 在这些每天都要下几场雪 面条永远煮不熟 时常感到呼吸困难的高寒地区 能够生存下来就算胜利 保护区工作人员 就在这种没有通信设备 没有充足的食品给养的条件下 默默无闻地战斗着 六月中旬的昆仑山脉 放眼望去 仍遍布矮矮白雪 沿青藏公路往南 过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后 就真正踏上了世界污脊 除公路两旁偶尔出现的驻鹿大军 和川菜馆之外 雪线以下广袤的荒漠地带 看上去死气沉沉 其实不然 长期以来 由于这里受到人为影响非常小 保持着最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 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成为青藏高原野生动植物基因库 同行的专家介绍说 可可可西里地区 山巒绵延起伏 河流纵横交错 湖泊兴罗旗部 有青海第一高峰 布喀达坂峰 长江北原楚马尔河 以及多种类型的土壤和植被 一彩分成的高原植物和雪豹 藏野驴 白唇鹿 野牦牛等特有的珍稀动物 藏羚羊更是可可西里地骄傲 这群生灵是生活在海拔最高地区的 藕蹄类动物 许多动物在海拔六千米的高度 连挪洞一步也要喘息不已 而藏羚羊却可以以六十公里的时速 连续奔跑 藏羚羊还具有特别优良的器官功能 耐高寒、抗缺氧 食料要求简单 而且对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疾病 表现出高强抵抗能力 守护这片土地的人 仿佛也掌握了拥有生机的秘诀 在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 除马尔河保护站那间微房里 二十二岁的保护区管理局临时工 噶马屠弹正一边哼着歌 一边做着饭 说是微房一点都不为过 房子是被当年的驻路工人 遗弃后又被保护区重新利用的 去年这一地区一场八点一级地震 又震裂开一条大缝子 屋子里不通电 收音机也收不到信号 这更让人容易感到寂寞 所谓做饭是这样的 用刀把一条从房梁上垂下来的 已经乌黑发亮的风干羊肉 割下一小块来 然后放在水里煮一煮 就着干面饼吃 这样的伙食算是好的 因为还算有肉吃 噶马屠弹吃得很高兴 但是捉襟见肘的经费 还是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些为难 比如五道粮保护站 管理局每月拨给五百元 包括五个工作人员的 火食费、汽油费和修车费用 保护站每月至少要寻一次山 每次得带两大桶汽油 担着油费就要一千多元 站长詹江龙说 山总是得寻的 钱就大家一起想办法 拉赞助凑费用 不久前 中铁十四局就答应提供他们 寻山所需的汽油和食物 保护区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 罗延海说 六七月间 是高原养分最充足的时候 也是藏羚羊产载后的大迁徙期 盗猎分子经常在此时猎杀藏羚羊 他们也是这时候最忙活 每次寻山要花十多天时间 期间没有通信联系 前不久一组寻山队员 因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迷失了方向 吉普车又坏在路上 情况异常险恶 几名队员甚至写好了遗书 但硬是凭着天生的乐观精神 他们最终走出了困境 曾有人预测 五年内藏羚羊将灭绝 管理局局长 财税信心十足地说 五年后藏羚羊不仅不会灭绝 根据近年的保护情况估计 那时数量将会达十万只 这番话我相信 因为有那些土生土长的 热爱家乡的保护区管理人员 长期不懈地努力 还因为有众多关心这片土地 热爱这片土地的志愿者在行动 他们的付出 相信会还青藏高原一片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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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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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课 课文 轻衣 碧飞语 老话是对的 好运气想找你 就算你关上大门 他也会侧着身子从门缝里钻进来 这年头好运气并不玄乎 说白了就是钱 只有钱才能够侧着身子 从门缝里钻来钻去的 烟厂的老板算什么 这年头大街上的老板比春天的燕子多 比秋天的蚂蚱多 比夏天的蚊子多 比冬天的雪花多 然而烟厂的老板有钱 又不是他自己的 这就奇了 可是剧团和戏校里的人们 真正羡慕的倒不是小燕秋 而是春来 春来这个小丫头 这一回真的是撞上大运了 春来十一岁走进戏校 从二年级到七年级 一直跟在小燕秋的身后 知道小燕秋的人都知道 春来不仅仅只是小燕秋的学生 简直就是小燕秋的宝贝女儿 春来最初学的并不是青衣 而是花旦 是小燕秋厚着脸皮 硬把他拽到自己的身边的 青衣与花旦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 只不过现在喜欢看戏的人少了 许多人都习惯于 把戏台上的年轻女性 统统称之为花旦 这种混淆局面的形成 固然是后来的戏迷们功夫不到 但是要是真的戏揪起来 这笔账还要记到著名大师 梅兰芳的头上 梅老板博大精深 他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 把青衣与花旦的唱腔与表演成事 杂揉在了一起 创建了一种有别于青衣 同时又有别于花旦的新行当 也就是花山 花山行当的出现体现了梅老板的求心与创造的精神 也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人们对青衣与花旦的区分 也就再也不那么认真 不那么严格了 比如说 当初所谓的四大名单 这个统称其实就十分马虎 贴切的说法应当是两大名单 两大青衣 好在所有的剧种都一起没落了 分不清青衣花旦也不算什么大事 可是 话还得反过来说 对于学系和演戏的人来说 这可是一点含混不得的 青衣就是青衣 花旦就是花旦 他们的唱腔 道白 行头 台步 表演成事 隔着久久艳阳天 真的是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永远弄不到一起去 春来想学花旦 有他的理由 就说道白 花旦的道白 用的是脆亮的金腔 而青衣的韵白 则脱声脱气的 在没有翻译 不打字幕的情况下 必看道版叠片还要吃力 一句话 青衣的韵腔 道白说的 整个就不是人话 唱腔 就更不一样了 花旦唱起来 利索爽朗 接近于捏着嗓子的流行歌曲 还歪着脑袋 一蹦三跳 又活泼又可爱 像一只 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青衣则不同 就那么一个字 就那么一个字 他也要一一压压的 一步三晃的 一手捂着小肚子 一手笔画着 在那儿晃悠着 敲着个小指头 慢慢地哼 倘若这时 你要上厕所 你尽管去吧 因为等你上完了厕所 那个字还没唱完呢 戏剧如此不景气 喜欢青衣的 也就剩下那么几个 离休老干部了 许多当红青衣 都走下舞台了 不是穿上漆黑的皮夹克 站在麦克风前面 乱了头发湿吼 就是到电视连续剧里头 演一回二奶 演一回小蜜 好歹也能到晚报的文化版上 文化那么一下子 青衣说到底 不能和花蛋比 现在的晚会那么多 孝星歌星们再闹腾 民族文化总是要弘扬的 国粹总是要保留的 爱江山更爱美人之后 最次也得来个 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花蛋的出路 比青衣多少要好一些 要不然 人们也不会把戏团 戏称为蛋窝的 春来是在三年级下学期改学的青衣 春来这孩子说话的嗓音和小燕秋并不像 可是一开枪 春来的唱枪简直就是另一个小燕秋 细笑的老师们开玩笑说 春来的嗓子天生就是和小燕秋唱对台戏的料 小燕秋和春来商量 让他放弃花蛋改学青衣 春来不肯 商量来商量去 春来就是不肯 小燕秋急了 小燕秋的那句名言 至今还是戏笑里的一个笑话 一个笑柄 小燕秋一急 拉下了脸来 对春来说 你要是不肯拜我为师 我就拜你 我拜你做我的学生 你答应不答应 做老师的 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春来还敢说什么 细笑的人们还记得 春来刚到细笑时的模样 一口浓重的乡下口音 衣袖和裤腿都短得要命 袜子的上方还留了一节小腿肚 那时的春来 一到冬天 两只腮帮总是蹲着的 裂了好几道红颜色的口子 没有人会相信 春来能出落成今天的这副模样 什么叫女大十八变 春来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 一个最具感召力的例子 谁能想到小燕秋能有今天 谁能想到 春来能赶上这趟车 小燕秋在细笑待了二十年了 教了那么多学生 细细排下来 却没有一个能唱出来的 大红大紫就不说了 险一下山 露一下水的都没有过 这样的局面 给小燕秋带来了 十分强烈的失败感 小燕秋对自己是彻底死了心了 然而 毕竟又没有死透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痛 最大的痛叫做不甘 小燕秋不甘心 三十岁生日那一天 小燕秋就知道自己死了 十年里头 小燕秋每天都站在镜子面前 亲眼目睹着自己 一天一天老下去 亲眼目睹着著名的嫦娥 一天一天地死去 她无能为力 焦虑的过程加速了这种死亡 用手拽都拽不住 用指甲都拽不住 说到底 时光对女人太残酷 对女人心太硬 手太狠 三十岁 我的亲爹 我的亲娘 三十岁生日那一天 小燕秋头一回喝了酒 不到二两 小燕秋醉得不成样子 酒后的小燕秋 握着剪刀 把厨房里的围裙剪成了两块 她把两块白布捏在手上 全且当了水袖 小燕秋挥舞着油济斑斑的围裙 跌跌撞撞 油盐酱醋的罐子倒了一厨房 光丁光当地碎了一厨房 她的手不知道被什么碎片刮破了 鲜红的血液流淌在水袖上 红白相间的围裙在半空中抛上去 又落下来 再抛上去 再落下来 面瓜冲进了厨房 抱住了小燕秋 小燕秋愣愣地盯着面瓜 喊面瓜 亲娘 小燕秋用纯正的蕴枪对着面瓜念起了道白 亲娘啊 面瓜知道小燕秋醉了 面瓜担心妻子的叫喊传播出去 她把带血的围裙堵在了小燕秋的嘴边 小燕秋的嘴巴给堵紧了 腹部却激荡了起来 一挺一挺地 嗓子里发出母兽似的呼噜声 面瓜心疼万分 不住地喊燕秋的名字 小燕秋侧过头 回望着面瓜叫不出声 然而 她的腹部还在叫 面瓜看得见 她用她的腹部一遍又一遍地呼喊 亲娘啊啊啊 千生万诞 难求一静 这是旧时的艺人留下来的古话了 其实这话不对 小燕秋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句话 声 淡 静 莫 丑 唱花脸的固然难求一个 然而 没有一个行当的演员 可以成千上万的一把抓 从古到今 唱轻衣的成百上千 真正把轻衣唱出意思来的 真正领悟了轻衣的意韵的 也就那么几个 唱轻衣固然要有上好的嗓音 上好的身段 可是好嗓音算得了什么 好身段又算得了什么 出色的轻衣 最大的本钱是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哪怕你是一个七尺须眉 只要你投了轻衣的胎 你的骨头就再也不能是泥捏的 只能是水做的 飘到任何一个码头 你都是一朵雨做的云 戏台上的轻衣 不是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 甚至不是性别 而是一种抽象的意味 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一种利益 一种方法 一种生命里的上上根器 女人说到底不是长成的 不是岁月的结果 不是婚姻 生育 哺乳的生理阶段 女人就是女人 她学不来也赶不走 轻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 或者说 轻衣是女人中的女人 是女人的极致境界 轻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 是女人 即使你站在戏台上 在唱 在运演 在运手 所谓的表演 做戏 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 基本动态 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 话就是那样说的 路就是那样走的 不是女人 哪怕你坐在自家的沙发上 床头上 你都是一个桌靶的戏子 你都在演 演也演不像 越演越不像人 与此相应的是 花脸则是一个绝对的男人 或者说 是绝对男人的绝对侧面 男人就应当是简单的 所有的身心 只是一张脸谱 简单到夸张的程度 简单到恒久 与一成不变的程度 所以 戏的衰退 首先是男人与女人的携手衰退 是种姓的 一天不如一天 老天爷创造出一个花脸 不容易 老天爷创造出一个青衣 同样不容易 小燕秋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的另一个 则是春来 春来的出现 让小燕秋看到了希望 春来是嫦娥 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最充分的理由 小燕秋宛如一个绝望的寡妇 拉扯着唯一的孩子 只要有春来 小燕秋的香火 终究可以续上了 这是老天爷 对小燕秋的 最后一点补贴 最后一点安慰 春来刚过了十七岁 严格地说 还是一个女孩子 但是春来 从来就不是女孩子 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 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 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一个风月无边的女人 一个她看你一眼 就让你惆怅百节的女人 这不是早熟 只能说 她与生俱来 春来在十七岁的这个夏天 就此步入了青衣的黄金年段 身段该有的都有 该没的都没 腰枝里头流荡着一股 天成的婀娜态 风流态 春来的一双眼睛里头 有一种独特而美妙的神采 她看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看 而是盼顾 左盼盼右顾顾 有股美目盼惜的意思 有股依依不舍的意思 还有股侍远不知所从何来的意思 春来运动的眼珠 就像戏台上的蕴眼 她有一种将最戏剧化的城市 还原到生活中来的禀赋 她同时还有一种 将最日常化的动态 提升到戏台上的意志 而春来的变生期 也是格外的顺利 居然没怎么在意 说过去就过去了 许多演员 过不了变生期 这么一个鬼门关 昨晚上洗澡的时候 还好好的 一觉醒来 好嗓子已经被鬼偷走了 春来这孩子命好 所有的一切 好像都是给预备好了的 虽说只是嫦娥的弊当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 二郎神的灵光 已经照亮春来了 对桂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课 课文 活在山奥里的历史 张燕 2004年2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受理了永定客家土楼加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办遗产专家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神秘的东方古城堡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走到世人的面前。 人们在为它悠久的历史、灰红的格局所深深折服之余,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客家人、世代相传、和睦同居的大家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淳朴、敦厚、和善好客的民风。 土楼不土,洋楼修,古城真谷,金风流。 无论是建筑学上的泰斗,还是专攻人文历史的学者,凡是研究过永定客家土楼的专家,都对永定有着高度的评价。 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功能上包罗万象的,在文化上博大精深的,在价值上无与伦比的。 更有专家附诗一首,土楼不土,洋楼修,古城真谷,金风流。 奇迹奇观,奇天下,仙山仙水,仙人楼。 称永定县是没有大门的中国客家土楼民居博物馆,足见永定客家土楼之魅力。 据蝴蝶等文献记载,永定土楼起源于唐末送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土楼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 永定全县,现存有两万三千多座土楼,其中圆楼三百六十多座,方形土楼四千余座。 各式土楼,遍布乡村,形成一个个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布局合理,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土楼群。 其中,有以奇特的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 圆形土楼是客家民居的典范,堪称天下第一楼。 它像地下冒出来的蘑菇,又像从天而降的飞碟。 这种圆楼都由二三圈组成,由内到外,缓缓相套。 外圈高十余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 一层是厨房和餐厅,二层是仓库,三四层是卧室。 二圈两层,有三五十个房间,一般是客房。 中一间是祖堂,是居住在楼内的几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 楼内还有水井、浴室、墨房等设施。 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柱,不需钢筋水泥。 墙的基础宽达三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 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然后沿圆形外墙用木板分隔成众多的房间,其内侧为走廊。 可别小瞧这复杂的构造,每一个细节无不凝聚着客家人的独具匠心。 而土楼的诞生,更是能从永定县明的由来里找到最好的筑界。 永定,位于闽西、越东的交界处,是福建19个省纪边界线之一。 古时这里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朝廷曾屡派大军镇压甚至屠城,均不见效。 明朝成化十四年,从上航县分出至县,明永定,寓意永远安定,沿袭至今。 正是在那蛮荒动乱的年代,客家先民历尽千辛万苦,南迁落脚永定境内。 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用当地生土、杀石、竹木,将他们的房子夯住成一个浑然一体,壁垒森严,精巧奇特的庞大建筑。 兼具安全防卫、通风采光、抗震防火、防潮保温、隔音、隔热、冬暖夏凉等种种功能,作为他们生存居住的理想乐园。 这个乐园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土楼。 神奇土楼屹立百年之迷 美国卫星发现土楼之说,一直为永定人所津津乐道。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有类似核反应堆的东西,引起白宫一阵恐慌。 后来,美国情报人员轻赴土楼探访,发现所谓的核反应堆不过是几百人聚居的圆形土楼,谜团才由此解开。 这些传说更加重了土楼的神秘色彩,引得无数人前来探秘,想探探这土楼究竟骑在哪。 1. 安全防卫功能良好 封闭的土楼除了大门极少开设侧门。 门顶设水槽,有竹筒与二楼的水箱相通,以防火攻。 在大门顶层开窗,并构成一个宽阔的封栏间。 御敌进犯想从正面大门强行突破时,便从封栏间向下投掷砖石倾到冲泡石灰的开水,距离靠近楼门。 顶层屋角沿外墙住砖木结构的炮台。 平时可观赏楼外场景和田园风光,站时可做瞭望台抗击外饭。 土楼之内分割成一个个居住单元,每一单元就是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 单元之间有的开边门相通,有的完全隔断,需经楼内庭院入口。 各单元楼层间设梯方便上下。 如此设计是源于大门万一失守,各单元便可立即转入各自为战,以待援兵。 由此,即使匪盗大规模来袭,土楼也固若金汤。 一座座普普通通的土楼,实际上又是一个个坚固森严的壁垒,平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和深邃的内涵。 二期 枪炮轰不倒,地震震不倒,水浸浸不倒。 客家土楼大小石块累气打牢地基,生土掺入红糖水,石灰夯住厚土墙,增加土墙的坚硬程度。 墙体从底层往上逐渐减薄,并在土墙内埋入竹木片,就像现代水泥墙里配置钢筋一样,增加墙身的整体性,形成整体弹性和向心力,比其他民居来得坚固牢靠。 相传,1931年,有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红色赤卫队驻地御兴楼,围攻三日不下,炮弹射击土墙,爆炸处仅留一个脸盆大小的疤,御兴楼窥然不动。 永定历史上发生过七次墙内地震,却从未发生土楼坍塌事故。 环吉楼经历1918年大地震,外墙裂开池许,震后自动复原,至今只留下一条杖鱼裂缝。 任凭风雨侵袭,地下水静,夯住在生土台积或石脚上的土楼,日久年深,仍安然无恙。 三起,楼中有楼,里滴外高,与门窗天井科学组合通风采光好。 土楼墙后,酷暑可挡热浪进入,寒冬可遇寒风袭击,使楼内形成隔热保温,冬暖夏凉的小气候。 四起,以生土为原料,心源于地,毁归于地,不污染环境,具有保护环境之效。 土墙的夯住技术和木构架技术,能消除楼内噪音的聚焦效应,产生奇妙的物理性能。 土墙能发挥其含蓄作用,自动调节楼内的干湿度,适宜人的生活。 五起,土楼多按八卦图设计,而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镇城楼。 镇城楼建于1912年,占地5000平方米,分内外两圈,形成楼中有楼,楼外有楼的格局。 外楼圈四层,每层48间,按八卦图建造。 每卦设一楼梯,为一单元。 卦与卦之间是隔火墙。 一卦失火,不会殃及全楼。 卦与卦之间还设卦门,关闭起来,自成一方。 开启起来,各方都可以相通。 大厅及门楣上有永久性迎联及题词二十余幅,充分展示了土楼内涵的文化。 其中有两个谜,代金庚绿也,爱竹孝明园一连,内涵一个被称为字王的代字。 据称,字中有字,字能造句,可分解出百余个字来,奥妙无穷。 楼内还有两口水井,间距不过三十米。 同处一个水平面,水温、水位和水的清澈度却各不相同,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六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建筑工艺,风格源于古代中原民居建筑。 具足而居,典型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传统观念。 楼内外众多的银帘,提客,意味深长。 岁时节庆,昏丧喜庆,民间艺术,伦理道德,宗法观念,宗教信仰,穿着饮食等,处处展示了客家的古朴民风和华夏文明的风采。 土楼附设的学堂遍布每个乡村是客家人重文众教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永定客家土楼不仅选址讲究,而且结构蹊跷, 它与建筑学、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民俗学、伦理学、美术学等有着密切关系。 每座土楼中轴线分明,厅堂、大门、主楼都建在中轴线上。 横屋,附属建筑对称分布左右两侧。 楼楼有厅堂,以祖堂为核心组织院落,以院落为中心进行群体组合。 内通,廊式平面,四通八达, 这些都体现了客家人,敬祖木宗,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 也体现了永定客家土楼建筑艺术的精致性和审美价值。 土楼内外,迎联提克,抚养之间,处处可见。 有永久固定的,也有岁岁更新的。 门帘,造室帘,客厅帘,善厅帘,寝室帘,书房帘, 树柱上梁贴红帘,新楼落成欠楼民转帘。 男女新婚贺喜莲,寿星诞辰赠寿帘,老人去世送晚帘, 各式各样,对账工整,意味深长。 据说,土楼中约寄十万对银帘和壁画。 客家人秉承的中原传统文化, 以及他们的社会观、道德观、文化观、家族民系意识等客家精神, 莫不在这些土楼银帘提客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是土楼文化的一大宝库, 是客家先民富有文化素养的遗风, 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美德的继承和延伸。 活着的历史让炊烟每天升起。 土楼固然神奇地令人叹为观止, 但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历尽沧桑的土楼 至今仍是当地客家人的主要生活居住地。 不像大多数世界遗产已经是真正的遗址, 只留着断壁残垣工人缅怀, 而客家土楼则是活着的历史。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艺术殿堂, 每一座土楼又如同一个大家族、小社会。 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 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 过着供门户、供厅堂、供楼梯、供庭院、供水井的和睦生活。 这种具足同楼而居的生活模式, 典型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传统家族伦理和家族的亲和力。 而且,楼内的客家人住着层数相同、 开间面积相等, 无明显朝向差别、 更无贵贱等级之分的均等居士。 平等聚居反映了客家人融洽和睦的家风和平等团结的传统。 各种功能、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楼内整体风格与楼外景观协调统一, 充分说明了永定客家土楼所贯穿的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 土楼的建立与如今的备受追捧 都来自于当初避难逃逝的初衷。 现在寂静平和的土楼早已见不到当时的动乱之景, 但在人们的想象中, 这样的迁徙是具有着史诗般的悲壮和凝重的。 经过千里艰难跋涉, 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在这里谨慎而又谦逊地安下了新家, 铭记着旧国家园战火纷飞的噩梦, 残存着路途上颠沛流离的恐惧, 带着深深的客属戒备心理, 他们建造了一座座封闭式的防御型的家——土楼。 暗居之后, 客家人带来的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想必随着一次次一批批难来避难的中原人的到来, 这南方偏僻山区里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一次次进化, 虽无声无息, 却一样有着史诗般的热烈和激情。 环境的恶劣和建货发生的土著的排斥, 终究只是插曲。 最后的结局是, 客家人坚韧牢固地在这里落下了脚跟。 客家人以这片新的土地为起点, 开始了新的传奇生涯。 一部土楼的建筑史就是一部客家人的传奇史。 活着的历史里每天依然有吹烟, 冉冉升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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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课 课文 蓝眼睛的中国村民 陪您 提起甘肃,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文明侠尔的敦煌墨高窟, 还有大漠、黄河等等壮观的景色。 除此之外,您可能一时也想不起来更多的旅游景点。 但近几年,甘肃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却令不辞劳苦的游客分治踏来, 同时也让众多学者接踵而至。 一时间,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在这个神秘的村庄展开。 奇怪现象 进入哲来寨会给人一种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感觉。 这个神秘的村庄位于甘肃省永昌县境内, 当地人把它称作哲来寨。 这里常年干旱少雨,杀化现象十分严重。 这使原本贫瘠的土地看上去显得更加荒凉。 远远望去, 哲来寨仅仅依靠在绵延起伏的麒莲山下, 和其他中国西部的乡村一样, 用粘土夯住的土坯房构成了整个村庄的全貌。 除此之外, 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呢? 关亨,甘肃省黎前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十几年前, 当他步入哲来寨时, 就被这里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象所吸引。 他发现, 哲来寨的村民大多都长着棕色或黄色的头发, 眼睛也多是蓝色或灰色的。 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十分明显, 但仔细观察后便会发现, 他们与当地有着黑头发黑眼睛的其他汉族同胞有着本质的区别。 哲来寨村民的长相让许多人认为他们不像是中国人, 而进入哲来寨也会给人一种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感觉。 然而, 翻开村民的户口本, 却看到了祖籍甘肃族系汉族的记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他们真的是汉族人, 那为什么会和其他人不一样呢? 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正义说,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经常陪一些外宾去参观, 他们觉得很好笑。 他们说, 他们的老乡怎么跑到甘肃这个地方来了? 看起来他们就像西方人, 但是一说话就是永昌话, 外宾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 官亨大惑不解。 但他认为, 者来寨这些奇特村民的背后 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揭开者来寨村民的相貌之谜, 他们在者来寨展开了广泛的走访和调查。 种种猜测 猜测一, 者来寨村民的风俗与汉族人一样吗? 官亨, 陈正义两位学者开始了在者来寨的调查研究。 但在最初的考察中, 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些村民除了长相特殊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别之处。 这些村民和当地的其他农民一样都是靠为数不多的田地为生,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但是, 随着两位专家调查研究的深入, 他们在这些村民的生活习惯和藏俗上发现了有别于汉民族的不同之处。 在考察中, 村民们制作的一种馒头引起了官亨, 陈正义的兴趣。 他们发现村民在制作这种馒头时, 会用枣在馒头的顶部捏出一个宛如牛鼻子的形状。 他们习惯把这种馒头叫做牛鼻子。 而令官亨、陈正义感到意外的是, 这种精心制作的馒头并不是用来食用的, 而是专门用来祭奠祖先的。 这些村民为什么要用这种牛鼻子馒头祭奠祖先呢? 这令官亨、陈正义一时摸不着头脑。 而更让他们感到不解的是, 这些村民还喜欢玩一种和牛有关的游戏。 官亨说,他们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宰牛。 他们喜欢让牛闻牛的血腥味道, 让牛顶撞。 在很早以前还喜欢斗牛, 这些风俗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 官亨、陈正义注意到, 这来斋的这些村民似乎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 除此之外, 他们还发现, 这来斋村民的藏俗也与众不同。 他们不论江人藏于何处, 也不论地形、地势怎样, 都一律遵循着投朝西的原则。 陈正义说, 他们的墓葬是投朝西的, 这显然和朝南或朝北的汉民族墓葬不同。 官亨说, 这来斋的村民喜欢做牛鼻子馒头, 喜欢玩斗牛游戏, 这体现了他们对牛的崇拜。 而据官亨、陈正义的考察, 这种习惯在者来寨周围的其他村落里, 以及甘肃省境内及周边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他们认为, 者来寨村民的风俗习惯很可能与外域文化有着联系。 那么这些村民会不会是从其他地域迁移来的呢? 猜测二, 者来斋的村民是从其他地域迁移来的? 就在专家们做此猜测之时, 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他们在者来寨附近发掘出了大量汉代墓葬, 令官亨、陈正义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发现竟成为他们破解者来寨村民身世之谜的关键。 专家说, 从墓葬的外形特点和结构上可以看出, 它是汉代的, 而且是西汉时期的墓葬。 考古人员很快发现, 这些西汉墓葬有着共同的特点, 几乎所有的墓主都是男性, 专家们判断这很可能和军队有关, 而且他们的骨骼较大, 看上去并不像古代中国人的骨骼。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这九十九座墓葬全部都遵循着投朝西的原则, 这与者来寨村民的葬俗习惯完全一致, 这说明者来寨这些长相奇特的村民和这些墓葬有着密切联系, 而在这些墓葬里沉眠的又是什么人呢? 猜测三, 这来寨的村民会不会是古罗马军人的后裔? 这些村民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迷一样的疑问难住了官亨陈正义, 但就在他们的研究陷入困境之时, 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他们在哲来寨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 经过专家鉴定这是西汉时期的一座古城。 古城遗址的发现, 令官亨陈正义更加困惑了。 小小的哲来寨怎么会出现古城遗址呢? 这座城址究竟是座什么城呢? 会不会和这些奇特村民有联系呢? 由于无法做出解答, 官亨陈正义打算另辟西境, 想从史籍资料中寻找有关这座古城的蛛丝马迹。 果然,史书中的一条记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原来,汉书中记录了一条有关外域军队的重要线索。 公元前36年, 西汉陈汤率军攻打匈奴, 在智之城展开大战。 战斗中, 西汉将士发现匈奴人派出了一支长相非常奇特的军队, 而且他们还摆出一种加门榆林阵以抵抗西汉军队的进攻。 官亨陈正义在认真查阅了大量有关古罗马军队的史籍资料后认为, 汉书中提到的加门榆林阵正是古罗马军队所特有的一种作战方式。 这时, 官亨陈正义突然意识到, 者来寨的村民喜欢做牛鼻子馒头, 喜欢玩斗牛游戏。 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国家也都有着对牛的崇拜, 喜欢玩斗牛一类的游戏, 而古罗马人也有着同样的习俗。 那么, 者来寨的这些奇特村民会不会是陈汤所带回的古罗马军人的后裔呢? 猜测四, 古罗马军团怎么会来到中国呢? 官亨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但是一个个疑问又像汹涌的波涛无情地冲击着他的设想。 众所周知, 古罗马与中国相隔万里, 古罗马军团怎么会来到中国呢? 而他们又为何会出现在匈奴人的军阵中呢? 陈正义官亨认为, 当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 从帕提亚军队的东部防线杀出重围, 由于他们回国的路线被封锁, 只能向东逃窜, 这就很可能进入匈奴人掌控的地狱。 无奈之下, 他们屈服于匈奴, 并成为匈奴人的雇佣兵。 而这便成为后来陈汤将其俘获并把他们带回西汉安置的可能。 据汉书记载, 就在陈汤将这些俘虏带回西汉后不久, 一个叫黎前的县突然出现在了西汉的版图上。 而黎前正是当时西汉对古罗马的称谓, 难道陈汤所带回的俘虏真的是古罗马人吗? 关恒陈正义在永昌县县制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在今梁州府永昌县南, 本以黎前祥人制县。 这说明黎前县的设置与古罗马军团的俘虏有着密切联系。 据史书记载, 黎前县设置在藩河县南面的照面山下, 而照面山正是与者来寨紧紧相邻的麒连山。 藩河县也正是今天的永昌县, 这说明史书中记载的黎前县就设在了者来寨。 谜底揭晓 者来寨的这些奇特村民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消失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 离前古城的发现令专家们兴奋不已, 因为这足以说明两千多年前, 者来寨确实驻扎过一批古罗马军人, 而者来寨这些奇特的村民很可能就是那些健壮的古罗马军人的后裔。 但是时光仍然, 两千年的岁月已随风逝去, 令人遗憾的是, 为古罗马人而设的离前县早已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不复存在。 那些离前人也没有留下丝毫有关他们的记载, 唯独留下了这些长相奇特的后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向世人讲述着一个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 现在, 官亨陈正义已经得出了合情合理的研究结论, 者来寨的这些奇特村民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消失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 今天, 者来寨的这些村民们终于可以不为自己的长相而烦恼了, 千百年来, 留存在他们心中的疑问也终于有了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 困扰中西方史学界多年的千古之谜也从此得以破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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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课 课文 迟到 林海音 不思量自难忘 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和 北京而今已物是人非了 可是随着岁月的荡迪 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 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了 可都被时间磨噬了 然而 这些童年的琐事 无论是酸的 甜的 苦的 辣的 却永久永久地印在我的心头 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护中度过的 我的父亲很疼我 但是他管教我很严 很严 很严 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 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来的毛病 每天早晨醒来 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了 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 心想 已经这么晚了 等起来 洗脸 梳头 换制服 再走到学校去 准又是一进教室 就被罚站在门边 同学们的眼光 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 我虽然很懒惰 可是也知道害羞呀 所以又愁又怕 常常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 奔向学校去 最糟的是 爸爸是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 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 从早晨起就下大雨 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 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 我听着不停的大雨 心里愁得不得了 我上学不但要迟到了 而且在这夏天的时候 还要被妈妈打扮得穿着肥大的假袄 脱着不合脚的大油鞋 举着一把大油纸伞 一路走到学校去 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 我竟很勇敢地赖在床上不起来了 等一下妈妈进来了 她看我还没有起来 吓了一跳 催促着我 但是我皱紧了眉头 低声向妈哀求说 妈 今天已经晚了 我就不要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 当她转身出去 爸爸就进来了 她瘦瘦高高的 站到床前来瞪着我 怎么不起来 快起 快起 晚了 爸 我硬着头皮说 晚也得去 怎么可以逃学 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 但是我怎么了 居然有勇气不挪动 爸气急了 一下把我从床上拖起来 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爸左看右看 结果从桌上抄起一把鸡毛胆子 倒转来拿 腾鞭子在空中一抡 就发出羞羞的声音 我挨打了 爸爸我从床头打到床尾 外面的雨声 混合着我的哭声 我哭着躲避 最后还是冒着大雨 上学去了 我像是一只狼狈的小狗 被宋妈抱上了洋车 第一次花五大梅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棚的洋车里 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 一边撩起裤腿来检查我的伤痕 那一条条鼓起的边痕 红肿的而且发着热 我把裙子向下拉了拉 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 我是怕同学看见了要耻笑我 虽然迟到了 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 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 坐直身子 手背在身后 闭上眼睛 静静地想五分钟 老师说 想想看 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 昨天留的功课有没有没做好 今天功课全带来了吗 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道别了吗 我听到这儿 鼻子不禁抽到了一大下 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 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 有人拍了我的肩头一下 我急忙睁开了眼 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 他用眼神告诉我 让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 我猛一转头看 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 又害怕起来了 爸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 爸爸点头招我出去 我看看老师 征求他的同意 老师微笑地点点头 表示同意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 站在爸面前 爸没说什么 打开了手中的包袱 拿出来的是我的花甲袄 他递给我 看着我穿上 又拿出两枚铜板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 我已经不记得 由于这件事 我从此一生做一个 守时守信的人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 已二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 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 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事 也交卸了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 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 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 又想起祖母 不禁速速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 事已至此 不必难过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治 父亲还了亏恐 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 家中光景 很是惨淡 一半为了丧事 一半为了父亲付贤 丧事完毕 父亲要到南京谋事 我也要回北京念书 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 有朋友约去游逛 勾留了一日 第二日上午 便需渡江到浦口 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 本已说定不送我 叫旅馆里 一个熟识的茶坊 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坊 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 怕茶坊不妥贴 颇愁愁了一会儿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 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 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愁愁了一会儿 终于决定 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 他只说 不要紧 他们去 不好 我们过了江 进了车站 我买票 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 得向脚夫 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 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 真是聪明过分 总觉得 他说话 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 奖定了价钱 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 简定了 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我将他给我做的 紫毛大衣 铺好座位 他主我 路上小心 夜里要警醒些 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坊 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 暗笑他的鱼 他们只认的钱 托他们 直视白托 而且 我这样大年纪的人 难道还不能 料理自己吗 唉 我现在想想 那时 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 爸爸 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看 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 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需穿过铁道 需跳下去 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 走过去 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 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身轻布棉袍 盘山着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 上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 两脚再向上缩 他肥胖的身子 向左 微轻 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 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 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 试干了泪 怕他看见 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 他已抱了 珠红的橘子 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 他先将橘子 散放在地上 自己慢慢爬下 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 我赶紧去掺它 他和我走到车上 将橘子一股脑 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 扑扑衣上的泥土 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 我走了 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 回头看见我 说 进去吧 里头没人 等他的背影 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 再找不着了 我便进来坐下 我的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 父亲和我 都是东奔西走 家里光景 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 出外谋生 独立支持 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 老静 却如此 他 他触目 伤怀 自然 情 不能自已 情欲 于中 自然 要发 之于外 家庭 所谢 便往往 触 他 他 他 带我 渐渐 不同 往日 但最近 两年的 不见 他终于 忘却 我的 不好 只是 惦记着我 惦记着 我的 儿子 我 北来后 他写了 一信 给我 信中 说道 我 身体 平安 为 膀子 疼痛 厉害 举住 提笔 诸多 不便 大约 大去 之期 不 原意 我 读到 此处 在 晶莹的 泪光 中 又 看见 那 肥胖的 青布 棉袍 黑布 马挂的 背影 唉 我不知 何时 再能 与他 相见 回家 按门铃 张英 从来 不去 想出门 带没 带钥匙 也没有 回家 找不到 钥匙的 胶着 因为家里 总有人 为我 开门 走到 家门口 伸手 按门铃 门 轻轻地 开了 一声苍老 柔和的 问候声 响起 让我的心 咕咚一下 跌在 最柔软的 地方 好舒服 好 惬意 母亲 在世的时候 二老 常为 开门 争执 门铃 叮咚一声 父母 像赛跑 一样 过来 开门 母亲的 脚步 是细碎 急促的 父亲的脚步 则像 重骨 敲在地板上 母亲 总落后 父亲一步 叫你 做事 摩扬宫 给女儿 开门 比哪个 都积极 母亲 委屈地 站在 父亲身后 称怪着 父亲 满怀着 胜利的喜悦 为我 接包 递鞋 倒茶 天天让我享受 贵宾待遇 老妈去世后 没有人跟老爸 抢开门了 老爸的灵气和幽默 给老妈带去了不少 并且随着生命年轮的 一天天加后 耳朵背了 脚步迟缓了 为了不耽误开门 到我下班的终点 他就守在门边 守株待兔般地 聆听他认为 最动人的音乐响起 那昏花的目光 如慈母之手 在我的脸上轻浮 驱散我一天的劳累和烦躁 有一天下班路上堵车 到家比平日迟了半个小时 我照例摁响门铃 一声两声 一声比一声急促 可毫无反应 我心里一紧 老爸出什么事了 忙翻包掏出钥匙 打开门 只见老爸站在阳台上 向外张望 晚风吹拂着他 稀疏的白发 那情景让我心里 一阵酸楚 不知不觉中 泪已成行 老爸一回头看到我 刚刚还寂寞如荒原的脸 一瞬间 像波斯菊一样盛开了 那舒展的笑容里 竟有一种孩子 得到宝贝般的惊喜和羞涩 我知道这半个小时中 老爸的心灵 经受了怎样的煎熬 每晚享受 叮咚的神圣之音 已成了老爸的习惯 这个声音的准时与否 牵动着他的神经 稍迟一会儿 他的脑子里 就会排列出 多种猜测方案 生出这样或那样的 担心和焦虑 这份牵挂 是一带见宽中不悔的城 是独上高楼 望断天涯路的吃 还带着几分无法解释的鱼 每天下班 我都不敢耽搁 不久 我发现门边多了一把椅子 挺碍事的 每天晚上我搬过去 第二天又回到了门边 仔细观察 发现这是老爸 特地设置的门岗 老人家怕听不到门铃 不能在第一时间 为女儿开门 就坐在门边 用心听 用爱听 这样的细节 如此温情 就像冬天的一杯热茶 将冰冷的手指 一点点 MASA温热了 心也跟着热起来 汹涌出感恩的潮水来 回家门门铃的幸福 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 在有限的生命中 有你的至亲父母 时时将他们的心声 附于你的身上 念你 记挂你 关心你 用珍贵的亲情 撑起你的人生路上 最温暖的支点 是小辈不浅的福分 在摁响门铃的那一刻 我把疲惫 烦躁和不快 留在门外 给为我开门的亲人 一个灿烂的笑脸 作为牵挂的酬谢 我知道 这对于爱着我的人来说 是最好的酬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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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发展中的地位 在中国人口战略研究中 很多专家对人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可以用五句话来概括二者之间的关系 发展为了人 发展依靠人 发展适应人 发展体现人 发展塑造人 发展 发展 即使为了人 同时也需要人来推动 在发展过程中 要考虑到人的各方面的需求 反过来 发展又塑造了人的面貌 这是二十一世纪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中 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不仅仅是指在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中 同时 在人口战略的研究 实施中 都要以这样一个科学发展观 作为指导 指导中国的人口工作 世界人口的历史和现状 世界人口在历史上 曾经是以很慢的速度 来发展的 但是中国的人口 一直在世界人口中 占有很大的比例 公元前三千年 全世界人口大约是三千万 中国的人口大约是一千万 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三分之一 公元元年 全世界人口达到了二亿 中国人口当时是六千万 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大约是百分之三十 到公元1900年 世界人口达到了16.2亿 中国的人口当时是4.3亿 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七 略微下降了一点 但还是接近百分之三十 这样一个数量级 2000年 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60.2亿 中国的人口当时是12.7亿 不到13亿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是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历史上 中国人口从来都是在世界人口中占了一个很大比例 只有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后 中国人口的比例才降了下来 原因何在呢 我想主要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 发展的很早 现在有一些人类学家认为 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 人类移居的时间很长 它的发展充分地利用了中国的自然资源 发展得很快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在19世纪之前 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是很慢的 很长时期都是在千分之几 有的时候是千分之一 有的时候是千分之二的增长速度 但是19世纪以来 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 这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沉重的压力 在国际上 这个问题从20世纪的中期 就开始引起了重视 而且也有很多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分析结果 认为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结果 必然会使得资源更加迅速地被消耗 从而影响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 世界人口增长的地区差别还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各个地区的情况 可以发现欧洲的生育率非常低 目前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是西班牙 西班牙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 只有1.15个 如果按地区来看 这个数字就更低了 意大利的南部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 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只有0.86个 连一个孩子都不到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 生育率是很高的 目前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是野门 野门一个妇女平均生多少孩子呢 平均要生7.6个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生育率的差异 在全世界是非常显著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生育率差异呢 很多研究者总结了很多国家 生育率变化的原因 他们总结出一个规律 世界的生育率自来都是很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人类有一个死亡率很高的时期 历史上人类的死亡率曾经高达 千分之四十到千分之五十甚至更多 所以正因为这样 人类要想存在下去的话 就必须生育率能够补上死亡率 否则这个社会 这个地区的人就会消失 也确实有一些孤立于其他地方的岛屿人口消失了 这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 所以要想使人口存在并延续下去 人们就形成了高生育率这样一个生育观念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保持起种族民族国家的繁衍 但是在近代 由于科学的发展 首先是发明了肥皂 用肥皂洗手这一行为 使得死亡率大大的下降 有了肥皂以后 又有了牛豆 仅古代天花这一项 就使得疾病流行 死人无数 后来又发明了抗生素 这些都使得疾病大大减少 使得人的寿命大大提高 因此人类死亡率迅速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生育率下降比较早的一些地方 都是死亡率首先下降 然后生育率才慢慢地跟着下降 因为死亡率下降了 生育率还保持很高的话 一个家庭就会产生很多的第二代 更多的第三代 一个家庭的孩子增加以后 就会使得财产分散 使得家庭的发展受到限制 美国在历史上 生育率一直很高 只是到了1900年 才达到低生育水平 许多国家的生育率下降 都花费了一百多年 甚至数百年的时间 死亡率的下降 使大家慢慢感到 高出生率对自己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人们慢慢地改变了过去 高生育率的观念 直到形成现在的低生育率观念 现在实现低生育率的地区 已有很多 而且有更多的地区 都希望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 现有资源可以承载的人口量 这个问题在世界上 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 地球上的资源 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 这方面估计的出入是非常大的 其中最少的一个估计 有一些科学家经过研究 认为全世界最好只有24亿人 可现在已经有60多亿了 已经大大超过了 他们所想象的数字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 世界的人口到500亿都没问题 为什么呢 他们的理由就是 全世界现在总耕地 大概是14亿公顷左右 但是全世界的可耕地 大约有30亿公顷左右 所以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开发 再加上科技进步等 所以有些人认为 根本不用启人忧天 今后地球的承载量 还有提高的空间 这牵涉到人类到底想达到 怎样的生活水平 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 地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 而要是要求很高的生活水平 地球能养活的人就会很少 同时这还牵涉到 对人类科技进步究竟怎么估计的问题 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顶峰以后的进步 就比较慢了 还是以后会进步的更快 还有一些人认为 以后还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来生产粮食 那就是说 粮食从工厂里出来了 那时土地资源根本就不成为一种约束的资源 甚至还设想以后 人可以迁移到外太空去居住 那这个地球上 更加可以不考虑人口带来的压力了 但我们的设想 不能基于这种 对未来还不确定的基础之上 而是要基于 我们所能认识到的 有把握的基础之上 目前我们对很多不可替代的 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相当严重 比如铝是地球最丰富的资源 按照储备量来说 有一些世界组织估计 铝大概还可以用124年 而铜如果按全部的资源来估计 只能用26年 银的储藏量比较丰富 石油的储藏量就很可怜了 假如到2030年 消费的速度仍不断上升的话 那石油可能只能够用几年了 现在估计石油 按照目前的消耗情况来看 全世界大概只能再开采40年 更不要说 以后消费量更加增长这种趋势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共识 主要地区的生育政策 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倾向于要控制人口的数量 不能让它继续无限制地增加 中国的生育率 现在已经降低到了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8个孩子 或者略低一点的水平 这个生育率水平按低生育率的顺序排下来的话 大概在全球排到七八十位 我们曾经从各个角度 对中国的资源可以支持的人口数量进行分析 分析的结果大体上是 有比较多的人认为 中国资源能够支持的人口数量最多是16亿人 如果超过了16亿到17 18亿以后 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 16亿人并不就是最好的人口数 从经济角度讲 假如要想很好的利用资源的话 我们专业内还有一个叫经济适度人口的说法 就是我们有多少劳动力 怎么合理利用我们的资源 经研究 很多人认为 7亿到10亿人口之间最合适 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最有利的 当然 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争论 而且随着我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 在未来 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有所改变 中国的人口现状 应该讲 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得比较低 另一方面 也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出生的一些人口 还没有到达老龄的时期 所以现在中国劳动力非常富裕 我们预测未来的50年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 将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 这对中国来说是发展的最好时机 有的人把它叫做人口红利期 国际上最近也把它叫做人口仓库 所以说这是中国劳动力多 负担轻的发展良机 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器 但是在人口发展过程中 中国还是有很多问题 第一 中国的人口增长还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而且中国的人口增长数量 占世界人口增长的14% 印度占世界人口增长的20.6% 而排在第三位的国家 就只占到5.2% 可以看出 中国的人口增长 尽管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但是数量大 仍然是一个问题 第二 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增长不平衡 现在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死亡率 已经都很接近了 大体上都是在千分之五到千分之七之间 有个别的达到千分之七点三 但是出生率差别还是相当大 西南的有些省份 还是达到千分之十八点八 而出生率最低的上海 只有千分之四点六 差不多有四倍的差距 上海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 所以有一些地区人口增长 还是过快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 提高人口素质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人口素质这些年来 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中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 每千人当中从事研究和开发的比例 还是很低的 而经济发达的国家 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 都要占到很高的比例 另外 中国目前在人口的劳动技能和道德素质方面 也需要稳步提高 要加大投入 一方面要普及义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 现在大学毕业生很多 但是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员 还是非常不足 政府要在人口素质 德智体各个方面加大投入 第四 劳动就业的压力很大 由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加 现在每年中国大约要新增 一千万劳动就业人口 一方面 中国的经济稳步发展 平稳快速 另外一方面 中国不这样发展也不行 至少从就业来说 中国必须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这样才能安排新增就业的人口 解决农村大量的富裕劳动力 所以就业对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五 老龄化加速 老龄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现象 因为平均寿命在不断增加 中国的平均寿命 建国以前只有35岁 现在已经是71.4岁 女性寿命最高的是上海 已经超过了80岁 这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记录之一了 由于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有两个生育高峰期 当这两个时期出生的人口 到达成年的时候 就造成劳动就业的高峰 在到达老年的时候 就形成一个老年的高峰 所以中国的特点是老龄化速度很快 时间比较集中 预计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 中国的老年人口可能会达到3亿以上 这需要中国政府做好准备 其他还有很多的问题 像迁移问题 城镇化问题 出生性别比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 医疗体制问题 文化教育问题等 这些工作都与人口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二要加大教育的投入 提高人口素质 总的来说 我们希望把中国从一个人口数量的大国 转变成为人力资源的强国 这样才能够把国家建设好 才能够把经济效益提上去 才能把科技水平提上去 结语 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如果我们用乘法来计算的话 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 都会成一个大问题 如果我们用除法来计算 那么一个很小的 或者说一个很大的总量 除以13亿 也会变成一个更小的数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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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